第1457集 这是一座矮山 没有什么奇景 只有几间茅屋 这三年来 夜凡有大半时间 都居住在这不知名的小山上 茅屋前 一架葡萄藤葱绿 挂着一串串青葡萄 旁边是一块药田 栽了一些老药与灵珠 倾向扑鼻 远处有一片松林 小松像个皮猴子一样 整天钻进钻出 寻找松果玩的很欢事 张青阳苦行三年 传到天下 夜凡将这一切看在眼中 知道他付出了很多 万无目七顶的变化 是最显著的证明 而今此顶通灵 每时每刻都有 纯净的念力没入顶内 死死屡屡 仙霞艳艳 盛光蒸腾 超凡尽神 天庭在世上生根发芽 蓬勃壮大 每天都会有信仰力 烙印进顶内 这是一种神圣的转变 铸造不朽之气 咔的一声 天空中 一道闪电划过 接着大雨磅礴 夜凡立在窗前一动不动 望向云层中的点蛇 小松拨开一个火黄果 露出里面鲜红粉嫩的果肉 扑扇着大眼 讨好的地给叶凡与张青阳 咔嚓 银色点蛇 飞舞 在乌黑的云朵中游动 撕开天穷 蹦射出让人颤抖的气息 对于修道者来说 这种天气很危险 夜凡问道 清阳 你准备好了吗 师父 我准备好了 道教小天师回应道 这几年来 他四处传道 但修为并未落下 一路经济 这与夜凡的格外照料 也不无关系 那就进闪电中去吧 放开深吸 接受洗礼 不要担心与畏惧 我保你无恙 这几年 每到雷雨天 夜凡就会选择 为几位弟子护法 让他们引天雷淬炼身体 各大古教都有秘法 一般情况下来说 古老传承的弟子 能引一两次雷光就不错了 再过一些 就会遭逢大恶难 这不是真正的天节 在尔金这个时代 没有人能引动 但却可以通过古法 借来雷光炼体 也算是在渡劫 可动辄就会有 形神俱灭之难 多数人不敢尝试 三年来 几名 既名弟子已经度过八九次劫了 而张青阳更是高达十一次 而今将要进行第十二次 这几人都有旗鼓 放到北斗 皆是一方骄子 可惜生不逢时 在这末法时代 感应不到天节 因此 夜凡每年都会让他们 引雷光炼体 一般人两次就是极险 而他们却每年都要 引雷光镀节 且一次比一次浩大 快比得上真正的天节了 数年下来 他们的倒横经济 每一步都走得很稳 导致地基被夯实得 无比牢固 异常坚实 而在这个过程中 夜凡发现了些特别之处 张青阳苦行天下传道 与顶在一起 自身也沾上不少信仰之力 对抗天节 能比其他人从容很多 故此 渡劫次数也最多 张青阳对他说道 师父 我上去了 他冲天而上 迎着一道闪电 进入浓密的云层中 开始渡劫 十方闪电 旗帜 全都劈在了他的身上 刹那间 电光 赤声 银蛇乱舞 这个地方像是发生了大战 他在漫天光滑中抗击 引雷 脆体 夜凡自语 果然比以前强了几倍 引动雷光 入体脆裂 不管你修行是否有长进 都会比上一次强胜几倍 上天似也有记录 故此 就是经验的修道士 也不敢年年登天 夜凡点头 引动雷光到这一步 也算是天节了 天底节 闪电狂暴了 更加赤声 有银色电海降落 将张青阳淹没在当中 撕裂乾坤 夜凡仔细看着 为弟子护发 却并不伸手相帮 没有行神覆灭的恶难 他绝不会出头 小松在旁眨巴着大眼睛 也盯着云朵 这几年来 他度过了几次真正的天节 从开始的哇哇大哭 到现在的镇顶 也算是不小的进步 他甚至天节的可怕 惊天动地 好大无边 尤其是末法时代 降下的雷霆超乎想象 每一次想到他都会缩头 以小爪子捂着心口 振振后怕 又起作用了 夜凡盯着雷海 张青阳的身上 有丝丝纯净的信仰之力 抵消了浩大的闪电 将闪电划入体内 却并不伤身 在最危险的时刻 这些圣光能起到莫名的作用 端的是神妙莫测 让人神痴异动 不禁沉思 半个时辰后 当最后九重雷光落下后 张青阳劈开肉绽 骨头都快焦了 但终于是艰难的渡了过去 他降临而下 进入茅屋 神色激动无比 因为肉身更强大了 法力澎湃 原神意壮大了一些 叶凡点头 很好 他在斩斗度劫前 安排了一些事情 避免他发生意外后一切大乱 没有急着去登天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叶凡前后为几位弟子护发 让他们都经历了一次天节的洗礼 倒横打尽 你的路自己去走 我不能给你划定出一个方向 渡劫道选择都要多加体会 叶凡摸了摸小松的头 他不想让这个小家伙 拘泥于他的思维中 让其跳脱出来 没有像对另外几名弟子那样 什么都给安排好了 指引出未来的方向 一个月后 叶凡登天而去 独自一人离开 不让任何人同行 小松害怕 一路追下来 呜呜大哭 想将小师佛给他挡劫 但却被叶凡拒绝了 张青阳更是大喊 让叶凡将所有信仰之力加深 说可事半功倍 能平安斩道渡劫 其他几位弟子一呼唤 叶凡没有回头 他将顶中的信仰之力 全部倒出 倾泻而下 如茫茫瀑布一般垂落 暂时留在矮山上 这些纯净的念力肯定有大用 但是现在他却不想依靠 既然所走的路已经定下 将逆斩达到 那么就不需借助任何外物 除去正道之气顶 他不会带任何东西 与他一起渡劫 这是自始至终的选择 没有变过 信仰之力 而今众生为我所用 可将来就说不清了 这是他隐约中的一种顾忌 因此并不借用 叶凡登天而上来到了狱外 远离了山川大地 因为他怕一旦渡劫 会毁掉一方壮丽河山 劈沉一块大陆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他的劫难会有多么可怕 一旦爆发将是毁灭性的 尤其是这一次不同以往 他自己都没有底 独立在冰冷与黑暗的宇宙中 感受到了死一般的寂静 地球的浩瀚围压 废远不至 传了过来 像是有一尊蛰伏的上古天地 叶凡清语 是时候了 就此度结吧 他开始催动道行 不再压制自己的实力 放开身心 与这宇宙天地相通 发出灵驾大道上的意志 哄的一声 虚空宇宙原本什么也没有 可就在这一刻 一下子出现了一片浩瀚的汪洋 这是一片雷霆化成的深海 仅在一瞬间 叶凡就被埋在了当中 接受诸天大道的拷问与责罚 一道道如江海一样粗的巨大电芒 一道又一道的劈在他的身上 这是一幅壮丽的画面 如果被人描摹下来 给世人看 一定会震撼千古 会让所有修道者胆寒 这种天节 开古今唯有之恐怖 任何一道结光 都远胜别人的一场大天节 这成千上万结光 汇在一起 才形成批叶凡的第一轮电芒 这是一种末日天罚 是一场大毁灭 没有人可以承受 好大无边 只需一缕电光 就足以毁掉一位天总奇才 而叶凡却沐浴当中 披头散发 只身对抗着浩瀚的天节 他赤裸着强健的机体 以雷光为水 洗刷肉身与原神 这是一场大破灭 连宇宙虚空都被劈得崩开了 出现一条条恐怖的黑色深渊 唯有正中心一点光源不变 叶凡古铜色的机体闪烁曝光 接受雷劈与洗礼